秀林乡公所在太鲁阁株文创产业园区 办理一起相知公益课程培训成果展 展期至113年2月17号为止 乡公所秘书潘美莲也欢迎艺术爱好者 与原住民及广大的民众同好前来观赏 也欢迎大家来到太鲁阁株文创产业园区走走 欣赏学员各项创作并陶冶冶新兴 这次一起相知公益课程培训成果展展的作品 有缝纫检疫服饰机翼培训班 传统工资培训班 传统地基机制作培训班 所作传统烧摇竞节逃逸 一直独秀竞赛作品 以及筑马原生种生态体验园区等学员成果 能够更吸引大家目光 也增加了周六免费DIY公益体验 所以相当有这么一个种事 在今天开始知道明年的2月事情 把你们的成果把它展现出来 在我们公益采训这个推广 虽然说我们是在规划任何的课程也好 还有活动 这个种种的一些规划课程 都是要把各位大家的一些成果 能够把展现出来 而且消工所也对各位的东西 各位的记忆 透过任何的大发小小的活动 就是把它能够行销出去 其实这活动的记忆下来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要提升的经济来源 新闻民下面代表会主席洛宜宁表示 每年公所办理各项工艺经济课程 积极辅导在地社团单位强化传统记忆 除了培育修林香优秀的师师之外 也积极落实各种推广态度各组传统记忆 来到现场是为了要鼓励这些老师 真的有你们才有我们的一些种子的一些学员 不容易也辛苦你们真的也注意 我知道上课可能不是很正常 还是有很多的一些问题 大家要克服 但是公所还是希望老师能够继续的教导我们 一些年轻人希望能够年龄层越来越往下 把这个文化语言全部全部在我们德国里面能够发扬 向署名书派连表示 在讲师张碧儿、刘志祥、林俊荣、邱金锦、林美惠、胡秀兰、胡俊杰、黄芳琪、修别令等积极教导之下 将生成的太陆格组知识文化传递给学员 同时也持续传承太陆格组文化 让学员们学习当中发挥加成的效应 也借由双方的互动整合 让太陆格组文化与各项记忆持续深耕茁壮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